你敢相信吗 一百多年前晚清生活居然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这段影像由1899年法国驻云南昆明大使方苏雅拍摄 他真实地将一百多年前昆明人民的市井百态和生活习俗全都记录了下来 在过去的一众黑白照片中显得尤为珍贵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老祖宗是怎样生活的吧 在各大古装剧的影响下 很多网友都会普遍地认为古代生活非常的富贵 人人都是锦衣玉食 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生活格外舒适 所以很多人都曾幻想过回到过去 但是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绝对会换面 大街上人头涌动 非常的热闹 要是不看他看他们的衣着 大家恐怕会觉得跟现代社会没有什么区别 但街上行人破烂又皱皱巴巴的衣服 能够看出来时代的区别 在那个年代只有富人才穿的几鞋子 普通人一年四季都是一双草鞋过生活 由此可见在贫穷之下 什么男女大房都是空话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 这段看起来尤为破烂的街道 并不是什么贫穷的乡下 而是当时昆明最繁华的街道 但在这里 你也看不见什么灰红的建筑 有的只是矮小的房屋 路上的行人也没有什么富家子弟子弟 有的只是衣衫褂褂的行人 他们步履匆匆 看起来非常繁忙 但眼神又极为空洞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无法理解 他们为何如此忙碌 却又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满足呢 当然 这段珍贵的影像 也为许多我们从未见识过的历史 拉开了神秘的面上 街道上的人 职业千奇百怪 牧羊人匆匆忙忙地赶着羊群赶路 跟现在的牧羊人没有任何区别 在那个时代 最不缺的就是杂爽 刷猴戏的 喷火的 表演自己的 这些人卖力的表演者自己的绝技 希望能够引得更多人的观赏 这样的话 自己的晚餐就会更丰富一些 但事实上能够有钱打赏的 其实少有人在 更多人都只是凑个热闹 但这些杂耍的人也不介意 只是更加的卖力 在一百多年前 摄像机绝对是个性情玩意 只有那群皇室和上流社会 能够接触到 普通的平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但市井传言中 许多人都将摄像机 当成了勾魂射破的怪物 所以在看见拍摄的时候 都十分害怕 拼命地躲避 希望不要被摄影机拍到正面 而方苏雅也不介意 反而觉得这样的表现 更加的真实 但你要是以为 过去所有的生活都是这样 就太傻了 接下来才是你梦想中 都奢求的生活 这是婉清格格生活的真实影像 面容较好的他 在一身奇妆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的雍龙华贵 落落大方地在镜头前 展示自己生活 与当时腐败的社会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当时的生活 究竟是怎样的呢 虽然当时的蜻蜓 留下了许多照片资料 让我们能够窥见 一百多年前的生活 但终究没有这段视频来的清晰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清朝格格落落大方地 出现在镜头前 他一身华丽的奇妆 体态优雅地向前行走 虽然在那个年代 讲究女子不见外男 但格格还是不一样的 他的生活更加的自由 并且民众们 连听都没听过 当成鬼怪的摄像机 他也非常自然面对 由此可见 不管在哪个年代 上流社会就是不一样的 他们会比普通人 更早接受 享受新鲜事物 作为格格 他的生活起居 自然是有人照料的 刚坐下 一摆手 旁边的丫鬟 就十分熟练地送上了 他长臭的汗烟 作为满足格格 他们一直都有抽汗烟的习惯 这个看起来 格外清秀的格格也不例外 当然也会有人说了 这个格格并不漂亮 但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影像 影片经过了时间的摧残 可以说 这个格格的外貌 比起我们如今的很多明星 都不成多让 但这终究是这群 上流社会人的生活 我想更多人回到过去 恐怕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吧 因为路上的行人 都比较害怕摄像机 拍摄的素材实在太少 所以方苏雅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将街上的乞丐 都聚集在了一起 称 只要对着摄像机 叩头感谢 就能得到婚后的报仇 这样的要求 对那些平时 食不果腹的乞丐来说 再轻松不过了 他们整齐地排队 然后跪下磕头感谢 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去拿钱 男儿膝下有黄金 这种事情 在他们心里根本就不存在 不仅仅是平民 就连清朝官员的生活 也跟我们想象的几位不一样 方苏雅将自己 跟清朝云贵总督 魏光涛见面的场景 也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魏光涛的身后 整齐地跟着一种 排列整齐的官员 他们统一身着整齐的官服 上下阶级之间竟然有序 场面非常的严肃 交谈完毕之后 魏光涛就乘坐着 八台大脚离开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作为封疆大使的魏光涛的官差 茄子都没有 就那样光想排轿 跟电视中看起来 威武神器的官吏 差得实在太多 但从某些方面来看 衙门中人生活就这样艰难了 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你敢相信吗 一百多年前清朝官员 判案的过程 居然会被完整地记录下来 与电视上 恢弘大气威严的审判过程 完全不一样 让人大跌眼镜 最令人不可置信的是 一百多年的青楼意记 既然也会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 领略下一百多年前的时光吧 我们如今的时代 可以说是最公平的时代了 任何人只有受到委屈 都可以前往警局 让警方给自己做出 不管多么复杂的案件 警方都会在重重证据下 给你主持公道 一切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但一百多年前的人就不一样了 虽然当时的断案过程 跟我们如今电视剧中 演绎的没有什么差别 官员坐在高堂之上 身旁两列整齐的牙翼 拿着棍子 随时等候官员的拆遣 一声令下 就能将他痛打一顿 那时候判案 不看什么证据 全看官员的心情 要是官员心情不好的话 根本就不跟你默契 上来就打三十大板 你自己都承受不住 就全都说了 那时的官员 跟现在可都不一样 那时候 官员真的就是这褶褶天 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们说了算 所以打你就是打你 不用考虑任何事情 他们就是权力的代表 是上流社会的代表 占有了当时95%的财富 将普通人的生存空间 压榨得极为狭小 普通人只能依附着他们生活 从方苏雅的影片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群人的削减方式 是极为丰富的 众多年轻貌美的青楼异己 都围在他们身边 在歌在舞 拼命地展示着自己的魅力 希望这群官老爷 能够大发慈悲赏 他们一些钱财 就足够他们生活 好长一段时间了 生存的压力 让他们将自己的尊严 全都抛去 可以说 在方苏雅拍摄的 这些极为珍贵的影像中 我们将一百多年的人间百态 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在那个秩序混乱的年代 上层领导者 拼命地压榨着底层民众 用极其严苛的手段 管理着整个社会 而普通民众 在日复一日的压榨中 将自己的尊严全都抛去 只为换取活着的机会 这都是如今的 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生活 而我们的国家 仅仅用一百多年 就将这种生活完全剔除 在先辈的努力下 打造了如今充满秩序 尊严 平等的国家 我们才能无忧无虑地长大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那么对此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哦